我是辛迪,嘉许是辛迪蒋迦娃系列基础教程 那么在据上次课方法的覆盖之后 我们本次课的目标 这里有一个标题叫做 到底是调用哪一个方法呢? 多态的应用 好,我们按话不说 直动主题先看一段代码 这段代码大家很熟悉吧 这就是上次课的代码 一个father类,一个上类 father类呢,有一个print方法 打印father printer 上类呢,也有一个print方法 打印的是sum printer 但是,本次课呢,我修改了一下 man方法修稿一下 man方法我们来看一下 father,obj 也等于new song 好,是不是在之前哈 我们其实都没有看到过 这样子的一个用法 这个呢,是迦娃非常常见的 负类 对象 new 子类 负类的对象 new 子类 这种做法呢 其实就加瓦中的多态 加瓦中其实有个非常难以理解的概念 或者说 面向对象的设计中 有个非常难以理解的概念 就是多态 好,面向对象 具有四大特征 抽象 封装 继承 多态 继承呢 我们前两次课已经学习过了哈 就是子类继承 负类的属性和方法 那么多态的话呢 其实很多程度上我们在加瓦中的多态都是以这种负类六子类的方式出现 负类六子类 负类六子类呢 当然必须首先出现继承 首先出现继承才会有负类和子类的概念 然后呢 负类定义一个变量或者定义一个对象 那么这个对象的初始化是可以通过六一个子类构造出来 好,虽然说哈 我用负类定义了一个变量 实际上呢 就是用负类哈 限定住了这个对象的范围 这个OBG必须是发热类型的 但是它可以六子类 正因为子类继承了负类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同样 好,负类子类中都有print的方法 子类覆盖了负类的print嘛 那么接下来 同学们可以思考一下 这个print到底是输出的father print 还是输出的thumb print呢 好,我们编译一下试试看 编译运行 结果输出来的是thumb print 为什么呢 因为OBG它在new的时候哈 new一个thumb的时候 实际上这个OBG对象指向的是子类 指向的是子类 所以它调用的是子类的print方法 那么这个时候就来了哈 那同学们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 那既然我new的是thumb 为什么我就不能直接用什么thumb OBG等于newthumb呢 为什么要用负类来限定住呢 好,记住 刚才我说的负类对象 这个定义也很重要哈 它规定了OBG只能属于father类型 接下来 好,我再来一个 A方法 上 A 那我们来看一下 既然这个OBG指向的是上 那它也能够调用print方法 那么它能否调用A方法呢 结果答案是错的 答案是错的 为什么呢 就因为这个OBG实际上是通过father来声明的 father声明了这个OBG对象 也就意味着这个OBG对象 没有办法超出father的范围 father中呢 只有一个print方法 只有一个print方法 也就意味着这个OBG对象虽然指向子类 但是只能调用子类覆盖 覆盖的那些方法 覆盖和继承下来的那些方法 记住 这就代表哈 虽然是指向的子类 负类的对象 但是它只能调用子类继承 或者是覆盖的属性和方法 好 这个就是加瓦的多态 加瓦的多态 那我们多态的应用有很多种方式 我这里只是在说 负类六子类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哈 嗯 三 上 好 看清楚了 呃 不对 我把这个上改成 father 好 我这个A方法呢 定义了一个什么呢 嗯 参数 这个参数呢 就不是普通的这种基本类型的变量了 而是一个father类型的对象叫做OBG A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哈 也就是说如果我要调用这个方法 我可以这样子做 上OBG的应用上 因为这个A方法是子类的方法哈 不可能通过这种负类六子类调到 那么就直接啊 OBG的应用上 接下来 OBG点 A OBG 可不可以呢 实际上我溜出这样一个OBG的对象是传给了这个参数 相当于fatherOBG1等于OBG可不可以呢 可以的 这其实是把子类的对象附给了负类对象类型的参数 负类对象类型的参数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这里OBG1点Print掉用的是哪个方法呢 运行看看 你掉用的是子类的 因为我这里是把子类的对象哈 附给了负类的对象 虽然说是被负类限定住实际上指向的还是子类上 这个时候OBG1点Print呢 掉用的是子类的Print方法 好的 这个就是多态 负类六子类的时候 我到底该掉用的是哪个方法 同学们清楚了吗 如果不是负类六子类 而是负类六负类呢 它掉用的是哪个方法呢 它既然指向的是发子 当然肯定掉的是发子类的方法 哈 但是有一点请注意 加瓦中负类可以遛子类 一个负类可以有多个子类 所以负类的对象可以动态的指向不同的子类 但是子类的对象是绝对不可以遛负类的 好 以上呢 就是我们本次课多态 到底该掉用哪一个方法 对象到底掉用的是哪一个方法呢 哈 就是我们多态的主要内容 请同学们下来以后 仔细复习一下 本次课结束 拜拜 拜拜 哈哈 没有